连着山里的微风 连着城里的霓虹 连着你迷人的眼睛 就连上了天上的流域 那天竹林彩峰 未曾想遇见你 鸟儿在山间欢唱 其实我跟慈的渊源 可能应该从祖上开始 我父亲本来也是学艺术的 他是三十岁四十年代 在上海美术院毕业的 后来我父亲也接受 父亲鼓勤 就是要帮助先生 这段学习就 我觉得让我领悟了 东方艺术的自美 特别是我小时候 我看老师做画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舒服 我保证了 你灵犯的自美 我看老师 我看老师 我刚到锦头正来的时候 我是画青花 因为我自己原来是画水墨 首先青花它是单纯的一种词 它是根据跟相对象 就好像是水墨跟流幻的区别 但是我在窑里头 看师傅们工作的时候 我对幼特别感兴趣 我就是试着在青花的主体上 用原则又来点缀 慢慢地做一些这样的改变 有五金的五刀 把它下去参赞我们的品种品 那个效果特别好 因为大物云生又是太省眼了 因为它不同的配方 不同的量 不同的和不同的其他的金属 其他的元素配合 就可能烧出千变万化的色彩 就是油画它是可以达到非常写实的 我们觉得高原色又走写实的道路有点可惜 高原色又因为它丰富的表现力 还有那种神经的色彩感 肯定会吸引大量的面景 而且现在技术比大量的强度了 遥远的效果 遥远的展望 还有那个 就是高原色的配方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可以说是最好的 最好的时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